今天教大家宁愿修复雨刮连杆 哈普S6客户经常反映这个雨刮 现在不能刮了 因为今天天气下雨 然后客户密码经常 然后反映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擦开之后 发现这个挨着电机的这个位置脱开了 然后跟配件群的下架 只有总成没有单轮的链接杆卖 价格价价400多块钱 然后客户感觉价格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现在采取跟客户修复啊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用电钻 钻一个接口 然后把这个地方也钻一个洞 现在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连接起来嘛 因为它由于磨损 然后可能脱开嘛 来把这个螺丝钻进去 好 力度要合适啊 然后还往里面走一点 然后把板面把它一切一段 然后打一个 把它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它就不会脱下来了 这样就修复成功了啊 这个地方用电钻的螺丝钻 在这里面那里放在大火